我是重甫乃云 做法刀工作 It's environmentalist.com 粉丝 Centauric.com 中文字幕后 我叫尹鱼凤 尹鱼凤 Prince 1914年生 我出生在湖南省东口县 三蒙证 我小的时候就是随着我母亲到新疆 我爸爸在新疆军区呢 我们就找我爸爸去了 那时候小的时候 可能还不到十岁 我爸爸是在解放新疆的嘛 稀里糊涂到了新疆 稀里糊涂生了四个娃 稀里糊涂把四个娃娃都带大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自己都不知道咱把那四个娃娃养大了 人家那四个娃娃还有博士 还有大学生 四个娃都过得挺好 两个大的已经退休了 两个小的在这创业都是搞美术的 人家都说你母娃娃画的 可能你会画画 我没想着我会画画 我说实在的 我有时候我想着我自己 初中都没毕业 我能会画画画吗 可是走进去我感觉挺简单的 反正我也不要求是自己多进步 好像画多难的 我就画一个简单的 我能干的我就干 阿子奶奶就是我母亲嘛 她因为我父亲是 大概16年年底去世以后 突然间我母亲的生活 因为她之前是家庭主妇 所以她所有的生活的重心都是在家庭 照顾老公孩子 孩子长大了以后就离开家 很多年她都跟老伴相依为命 突然老伴去世以后 对她的生活就好像不知道干嘛了 突然觉得谁都不用照顾了 她觉得跟世界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这时候身体就突然就不行了 大概17年年底 18年年初 我基本上都在医院陪着她 后面我想这也不是个事情 就是我觉得我个人感觉 可能就是心里头没有一个牵挂的东西了 然后我就有一天聊天 就是希望她能找一个爱好吧 然后就让她开始画画 也没想到她能画成什么样的 一般我早晨起来 我要感兴趣的时候 我一天都画得体认真的画 反正有的时候就玩一下 兴趣来了就多画一个 兴趣不来了什么时候画的 我要是碰到一个难题 我一晚上不睡觉 我都想着我咋这么笨啊 为啥人家能画上 那么难的画都能画上 我咋那么一个简单的 我画不上我就往里头转 你要说我们家里头 说实在什么样的人也有啊 你说呀他也跟你叫了 我想说一次人家叫了 下一次你就有依靠了 你就不进屋了 我一般都不求 学会画画画了以后 好像改变了 把我人生整个的改变了 好像心情也好了 看他们也顺眼了 原来看他们可不顺眼了 自己有时候还跟自己交劲 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嘛 就是找人家麻烦 人家不生气 把人家骂了我自己还生气 两次住医院老人就那样子嘛 钻牛椒嘛就是那种 看那些年轻人总不顺眼啊 好像是 如果都按照我们 我们的生活方式走的话 社会就倒退了啊 社会就邀请我去给那些老人讲课 我感觉这个美术孩子落后于这些音乐呀 舞蹈呀 原来咱们唱歌那个中国好声音 我看就没几个人唱 你看现在大家都唱 越唱人越多 好像这个艺术就起来了 这个美术也一样 一个人搞好不算好 大家都画 都有那个欣赏能力 都有那个艺术细胞 美术就起来了 看我眼睛看得没有 这个眼睛基本上看不到 这个眼睛就是模模糊糊 所以我看东西和人家看的都不一样 那种颜色也不一样 画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 这种好像人家那些大艺术家 那个李三老师就说 我画的是原始的 就是那种说的 我说你们给我指教一下 他说我们不能给你指教 一指教你就不会画了 你要按照我们的逻辑走 你就不行了 一般东西都可以画下来 就是画是简单的 你说难的还是不行 人物呀动物呀还画不了 反正就画个蔬菜 花果 棚井 树 花草都可以画下来 对 我感觉走进去也挺美的 五颜六色 好像改变了我人生的 我感觉我这一辈子够了 我说我这个学号不退步就行了 也不要说进步 就不退步就行了 从来都没有抓过鼻的人 我要以后到了天堂 给我老板说我会画画 他也不会相信 我感觉他真的看得不错 没有怎么听 嘴索